血与体质如何调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毅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人医师 血与体质的调理我们要抓住两个关键 一个呢是注意温 我们呢血得温则行 血得温则通 所以一定要注意好温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所以呢血与体质的人呢 我们会建议他吃一些温性的一些食物 比如像我们的生姜呀 比如像我们的肝浆这样一些温性的 还有我们的羊肉啊 狗肉等等这些都属于温性的一些食物 那么另外一个关键词呢 就是要注意气啊 要行气 中医认为血的运行是有赖于气的运行来推动的 那么气洗云 那么我们的血就不会治 所以一定要注意好行气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了 气的这个输泄和运行 那么很核心和关键的一个脏是肝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注意树干 那么怎么去树干 我们从调理的角度来说 就注意要调整好情质 那么如果我们老是处于一种压抑意的 一种情绪状态 或者是处于一种焦虑的情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肝气就容易不疏达 这个时候肝雨一旦发生 那么下一步啊 就会紧接而来的就是血淤 另外还要提示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到了夏天 我们有很多的美女喜欢穿的露旗装呀 就对我们的血淤调理非常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包工呢 就在我们的旗部 在我们的腹部 那么我们讲血 它是一定要注意温的 这个温的概念 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避免去吃一些生冷瓜果 想冰激凌冷饮 这些含量的食物之外 那么要注意的就是保暖 所以在经期啊 或者是小产 流产产后 都要注意做好我们的局部的保暖 所以呢 女性的话到了夏天 虽然外面气候是炎热的 但是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方都有空调 所以非常容易感寒 一旦感寒之后 就容易导致血脉的运行不长 出现血淤 所以做好局部的保暖 是非常重要的